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你好 大家好 在過往袁醫生都曾經跟我們提過關於自閉症的案件 我們都發現其實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有自閉症 那其實是為什麼呢 那同類療法是怎樣醫的呢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 自閉症那個是越來越多 那我自己都行醫了三十年 那可以在八年年開始 我初初在加拿大開始做自然療法 跟他療法醫生 那其實在加拿大呢 可以這樣說呢 我都沒見過 即是初初那幾年行醫 其實都沒見過自閉症這些小朋友的 那當然啦 過度會弱都會有 那學習能力啊 這些都間中啦 那但是呢 就是自閉症這類的 可以說呢 是近這幾年呢 我在香港最近這幾年呢 其實真的越來越多的 那那如果你看回真正的數據啦 那原來真的的 自閉症那個出現呢 是過去二十年呢 是飆升得很厲害的 原來在八零年代呢 大概呢 是估計呢 是一萬個人 一萬個的小孩子呢 是有一個左右的 那到今時今日呢 現在呢 差不多呢 是八十八個小孩子呢 就有一個的 那當然呢 如果是男孩子來說呢 五十四個男孩子呢 有男孩子也有一個的 那我記得呢 我在 我們在這個電台節目啦 那以前都有跟大家 分享過這些數據的 那我們早幾年的數據呢 說是加州啦 大概一百六十六個小孩子裏面呢 有一個的 那但是今時今日呢 我現在手上呢 有一份新的 2013年剛剛是 秋季的一個 同學療法的文獻 一個行物裏面 那自閉症呢 那自閉症呢 都是男孩子 傾向於多一點的 那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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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自閉症呢 是吧 那可以說呢 現在的 所謂主流醫療 或者所謂那個 流行醫療 我們所謂一般俗稱的西醫呢 其實呢 他們都不明白為什麼的 就是真正成因不知道的 那 亦都是呢 沒有什麼有效的 醫療的方法 可以 就是醫療這個自閉症的 那 那當然很多理論啦 那 那通常現在的說法呢 就是說呢 其實呢 很可能呢 就有一個 基因的傾向性 或者是 接著呢 就由環境的因素 是觸發出來的 那 其實這種說這種方法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含糊的說法 那到底自閉症是怎樣出現呢 是什麼的環境因素觸發它呢 那 那 我都 我都 和大家都可能都有機會 談及一本很好的書 那這本書的名字呢 叫做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Brain 那一本書呢 是講那個 疫苗注射呢 是導致今時今日呢 很多那些小朋友的問題啊 包括自閉症啊 包括過度活躍啊 包括專注力的問題啊 那個行為上的暴力的問題啊 雜難雜淚啊 學習能力啊 那它整本書呢 就是很詳細的 也有很多科學文獻呢 是支持它這個論點的 那這本書的作者呢 叫做 Dr.Harris Coulter C-O-U-L-T-E-R Harris H-A-R-R-I-S Harris Coulter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 Thought on the American Brain 那這本書呢 我們過去呢 我都有 都經常呢 就是建議給病人呢 是購買的 但是最近呢 我發現呢 這本書已經斷了板了 沒有什麼在人仔 那當然啦 這本書本是很好的書來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上Amazon呢 就我相信呢 還會有買得到的 但是我們的健康店 診所呢 就已經沒有了 我剩下手頭 剩下兩個Copy 所以我這個都會保留在這裏 那我將來呢 都會將和大家呢 在這個網台呢 分享這方面的資料的 那所以呢 現在的情況呢 都是這樣呢 就是大家都不肯 講出的真正原因 那當然啦 其實真正原因呢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呢 其實和打針有關的 那在Harris Cota的那本書 亦都提及了 它說早期的自閉症呢 是早然呢 都是七年代 八年代 開始慢慢有的 那如果開始的時候呢 通常發生的家庭 那些小孩呢 通常呢 是比較家境 比較富裕一些的 那還有呢 是和呢 就是和一些醫療包裂有關的 可能他父母啊 是醫療人員 和醫生啊 之類的啦 那也都比較富裕一些的 那變成呢 在早年呢 是當那個疫苗 開始注射 開始推行的時候呢 那還未曾廣泛用啦 那最初用在什麼地方呢 用在家庭 比較有錢一點的 好一點的家庭 做白老鼠先 那他們以為是好東西來的嘛 是吧 就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白老鼠 那他們以為是好東西來的 哇現在新的那個風氣啦 就要是推動那些 審婚仔打預防針 所謂預防針啦 那很多這些 就是比較富裕家庭的小朋友呢 是首先呢 是接受這些這樣的 疫苗注射的 結果呢 發言呢 是早期的自閉症呢 是多數是這些家庭背景的 審婚仔出來的 好了 都近年呢 那個打針的風氣呢 越來越普及啦 是不是 現在的審婚仔呢 一歲半 一歲之內呢 就打成三十幾種疫苗注射 那也都知道呢 其實呢 就很多這個呢 問題呢 其實跟那個疫苗注射 是直接是引發的 嗯 那在外國很多官司的了 已經在打緊的了 那但是你知道啦 自閉症 處理一個自閉症的審婚仔 在美國來說 估計剩三百萬元美金的 是 那所以一個是很黃貴的 嗯 那每天對家庭那個 那個負擔啊 那個壓力很大 那所以這些官司呢 已經在美國已經進行近的 我在歐洲都有的 嗯 那但是今時今日呢 很可惜啦 大部分人呢 都不了解背後的原因啦 那我記得我都以前 和大家在網台都談過一下的 就是關於那個 為什麼有一個 我們會懷疑呢 是那個 是那個疫苗注射 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呢 那因為美國呢 是有種叫做 Armenia Armish 是Armish的那個 那些人呢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啦 就是這一類的人呢 通常呢 就是穿著黑色的衣服啦 還有騎馬車啦 盡量都不用電器啊 就是這一類的 保持一個 一個他們一個 獨有的生活的習慣啦 那當然啦 他們的文化呢 都不能說宗教 他們的文化呢 就是不認為 不應該接受任何的西藥的 嗯 包括疫苗注射 那好了 那美國呢 就有好幾萬個 這些類的 Armenian population 在美國啦 在Pennsylvania 那類啦 其實我以前 在加拿大行醫的時候呢 我亦都有些病人裡面 都有 原來都有幾位 這類的 Armish那些人啦 那在美國的 數據啦 如果有幾 就是以他們的數字啦 人數來講呢 他應該大概有100個小朋友 應該是自閉症的 就是以一個 美國的統計來講啦 是 而結果發現呢 他們只在他們的群組裡面呢 只有三個自閉症的十分仔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領養的 是中國領養的 那就是很明顯呢 他是打過針的 是 那還有兩位呢 其實都不太知道 到底他有沒有打針 但是 由這個 的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不打針的群組 就是 因為宗教原因 好 文化原因 他們拒絕打疫苗被注射 他們是很少 自閉症的十分仔的 好了 那在 我們的 即是近年 在香港呢 我發現呢 我的診所裡面呢 是出現了很多很多 這些自閉症 可以說呢 自閉症的小朋友呢 可以在我的診所裡 是轉一個相當大的比例的 那很明顯 這個問題呢 香港也是同樣發生著 自閉症的小朋友 是越來越多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再和大家 介紹同略療法呢 因為呢 同略療法呢 基本上呢 是整個人的 整個人 包括他身體方面 情緒方面的症狀 以及行為 以及所謂的環境的因素 這種我們稱為 Holistic 一個整傳的醫療 那種方針呢 其實呢 是很適合 處理這些 其實相當複雜的自閉症 就是自閉症的性質 其實是挺複雜的 很多很多的因素 袁醫生 那可不可以詳細一點 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什麼是自閉症呢 其實自閉症呢 英文叫做autism 那其實應該是 全名呢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S 那就是自閉症頻普的毛病 那其實呢 它是代表呢 一組神經 生物神經方面的一種的毛病呢 是會影響一個 小孩的語言啊 社交啊 以及行為上的成長的問題 那有自閉症的人呢 通常呢 他們的腦處理那個資訊呢 是跟其他人是會不同的 那 二閉症的神經病呢 通常呢 在社交方面 是那個溝通方面呢 包括那個語言 或者非語言的溝通呢 都有 有 有困難 那 還有呢 他們呢 通常呢 在慶祟方面呢 是局限的 以及呢 他的身體呢 很多時候呢 有重複性的身體動作呢 和行為的 那麼 有一個很容易看得出一個小孩會不會有自閉症 自閉症在身體上沒有什麼缺陷 那你會怎樣去辨認得到呢? 往往你會看到自閉症的小孩 是不喜歡和你目光的接觸的 你去看他,他的眼睛會立即避開你的 而且他對你面部的表情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有時的小孩如果你在他的面前笑 或者突然做個鬼面 一般的小孩都會反應 但自閉症的小孩對這方面的面部的表情 他不敢有興趣是完全沒有什麼反應的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事情 讓你知道這個小孩很大 很可能是一種自閉症的問題 當然,除了我們曾經所說的 除了一種很典型的自閉症的特徵之外 其實自閉症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其他症狀 譬如是過度匯約 睡眠的問題 脾氣的問題 還有他有一種很僵緊的習慣 即是他要做的事情 一定是這樣做就習慣這樣做 譬如有些小孩綁鞋帶 他一定要先綁左 綁左才綁右 或者他出門後 一定要先轉左才 他不可以讓你轉右 這是很有趣的 這是一個很rigid的routine 他有一種習慣很固定 還有呢 很簡陰雜性 很多時候對某種食物的味感 或者質感很獨特 所以他非常簡陰雜 還有很多情況 他有腸胃的問題 亦都很多這些小朋友 會對那些 我們叫做所謂的那個 那個sensory 那個觸覺 或者感應那方面 是特別敏感的 例如特別對光敏感 那個味道氣味 聲音 或者某種的物質 那個質感 是很特別敏感的 亦都很多時候 會有出現發脾氣 導致會傷害自己 或者是其他人 有時候會打人 咬人 或者砍自己的頭 在牆上 這些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 當然 每一個人 有自閉症的人 其實他都是影響 他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我們所謂的 自閉症頻普 就是一個spectrum 就是很多的程度上 或者種類方面 是很不同的 包括 有些在那個 學習能力 思考方面 是很嚴重的問題 亦都有一些 是很有 就是很有 就是 我叫做gifted 就是他有 很有特別的天分 所以呢 自閉症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可以說是很不同的 好了 那 同類療法呢 為何在自閉症 會扮演一個很有效的角色呢 那 在我們的 同類療法的醫生 和從業員的經驗呢 自閉症呢 幫一些 自閉症的新聞仔 是對那些所謂感知方面的問題 是很有效的 還有呢 是發脾氣的問題呢 其實也都很有效的 還有 語言的問題呢 其實呢 在這方面是特別有效的 那當然呢 我要了解呢 動類療法呢 就不是說 就是 一個號碼呢 就是每個人都適合的 那就是很明顯呢 在同類療法呢 我們是很需要 每個人的新聞仔呢 是需要 是需要 是用一些 很個別的 很獨特的療劑 基於他自己的 獨有的症狀去配搭 就不是說 我們某一個 那個療劑 是專門適合這件事的 那當然啦 我們千萬不要 不要期待啦 自閉症的新聞仔呢 是會一夜 然後一晚就會 開始 這就不可能的事了 那我雖然知道 我們那個腦袋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康復能力 是很強的 但是呢 一般的自閉症的經驗呢 我也是需要一個 漫長的 穩定的 即需要時間 去處理的 那因為呢 自閉症呢 可以說是一種 比較深層次的 慢性病 可能有很多層 即一層一層 要去 一層一層去剝 即是去化解 那這樣 那所以在我們自己 處理自閉症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需要 是用不同的療劑 一層一層呢 是將它的病態的層面呢 是剝走它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是真正的時間 是很重要的 是需要時間 好了 那有些人很多時候都會問 那就是 和療法對自閉症 那個療效去到多高呢 那很明顯呢 這個很視乎 有幾個因素 第一 那個 十分仔 接閉症的病人 那個 那個延期 還有呢 他幾時接受 那個 療法呢 那當然呢 如果那個問題 越嚴重 或者他這個病情 是越久的呢 那 就會困難些 那當然呢 也都好要考究 那個療法 那個醫生 他那個 自己那方面的經驗 和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裁缸 就是那個 那個能力有多少 那但是 怎樣都好呢 和療法呢 是一個很安全的方法 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治療 譬如有些人會同時用 語言治療 職業治療 或者行為治療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他不會是真的 不會互相影響大家 嗯 袁醫生 那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具體一點 講一下 自閉症有些什麼實例呢 和他的過程是怎樣醫的呢 那 雖然我自己呢 都在近幾年呢 都醫了很多自閉症 那個成功率都不錯 那但是呢 我今次講的實例呢 就不如用回這個 那個治療法 雜誌的最近的可問 那個例子 因為始終呢 他們將這個 即那個實例呢 是登了出來 那所以呢 私癮問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的 嗯 很明顯呢 那個病人的名字應該改了 好了 那或者先講講 這個例子 那他的病人的名字 叫做Sara Sara那個Story 那他媽媽呢 Emily呢 就先將 即首先將他那個 十一歲大的那個小朋友 Sara 那個女兒來的 帶去看那位 那位同療法醫生 他也是自然的醫生 那他人的時間大概是 2011月 11月的事 那他媽媽 他媽媽跟醫生講呢 他說呢 他女兒 Sara一出生的時候呢 她都覺得有些事情是不同了 那雖然呢 過去這麼多年 他去看過很多很多的醫生 初初他们以为他会不会是龙呢? 但最后诊断说他是一个很严重的国专注力缺陷问题的十分仔 很多的专家都可以这样去看 到他四岁的时候,那些专家跟他说 Sara的脑袋是等于两岁的十分仔 而且没有任何认知的能力 当然,他妈妈跟他说 这个女儿过去用了很多一连串的药物,西药 包括Retaline,过度活药 抗抑屈的药和阿弥药都用完了 直到十岁的时候,那女儿Sara 先被诊断为一个自闭症 但是那时候就开始用一些精神科的药物 Risperidon, R-I-S-P-E, R-I-D-O-N 这种精神科的药物 当然有一个精神科医生 去处理发敏诊的问题 没有多久,吃了这种精神科医药物 我相信很多人在吃这些药物都会有这些经验 他的体重是增加了,过去一年里增加了60磅 哇 就算他停了这些药物 他的胃口仍然是非常大的,吃也不够 而他的胃口仍然是很高的 当然Emily她妈妈带她的女儿去看这位磁烈化医生 当时她也打算处理减肥的问题 她也没有打算处理治愈症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西医是没得医的 但是她也不知道有其他有效的方法 当然,当时Emily带她的女儿Sarah 因为她吃了西药,精神科医药,体重高了60磅 所以帮她减肥 这位医生,妈妈就开始说她的女儿的症状 她说她们家的祖父大概三年前过了生 而这个女儿Sarah 她说她几乎每天在自己的睡房 自己独处在这里哭 很明显,她十一岁 她在生活上的照顾能力也是非常之高的 她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只不过她在对谈那方面 对答问题那方面是有问题的 譬如你去问她 通常她回答是无关的 跟你所问的是问非所答的 以及没有逻辑的 譬如你问她,你喜欢吃什么食物? 她就会回答她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 同样,Sera很古板 很固执的 通常跟她妈妈吵架 和其他人吵架 自己的沟通能力差 她的脾气很明显 她们在家里面 是常常吵架吵架吵架 令家族屋币很不开心 有时候她们说 Sera虽然十一岁 但她发脾气的时候 好像一个很小的小孩 那些发脾气 当然,不同的药物 西药用过 很多人来接受不同的治疗 包括很多社交能力的群组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好了 这个医生面对这个小孩 她第一线如何去医护她 因为她很明显看到 Sera因为她的祖父三年前 即是很久了 过了身后 她仍然没有办法忘怀她的祖父 过了身的祖父 仍然很伤痛 还有天天都独自在房间里哭 所以她就配了一种药 是盐 Nature Muriaticum 如果大家有机会 听过我们过去的节目 我记得我也有讲解 盐的疗剂 那种症形是怎样的 那她当时呢 她就处方了盐 Nature Muriaticum 30C 叫她一天吃一次 那因为呢 是帮她处理这些 所谓悲哀的情意结 不能够忘怀的痛苦 即是过去发生的事 她不能够忘怀的 好了 吃了这个疗剂 只不过一天吃一次 那些疗剂 三十C 那些疗剂 那在一年之内 一个月左右 在一个月之内 她已经不停止在房间里哭了 而且她的情绪 整体来说都好了很多 这是讲一个月的 但是呢 她的成长那些 迟钝的问题 自闭症的症状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她在这方面 情绪那方面 悲哀方面 这么大的改变 那么医生就继续 配方这个盐剂 不过将她的分能 是加强一点 是 就是由三十C的Negmer 去到二百C 那仍然都维持 一天吃一次的 好了 那么 两个月之后 她那个悲哀的情绪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她其他的症状 是完全没有什么改变 嗯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在这个阶段来说 就是我们可能 是要开始 是寻求另外一种疗剂 去处理那个自闭症 这个问题 因为始终自闭症 是一个复杂 一个慢性病 那么很多时候呢 任何医生都呢 都是需要 是 是 是 所谓叫做是 因为很难呢 是一次过呢 是可以很清晰 去触摸到 那个病状 那么一层一层一层要剥削 是 就是要清除它 是 好了 那么现在 那么跟着去到 2012年3月 那么这样 那么复诊的期间呢 那么 那这位病者 Sara呢 就开始讲一些症状了 她说呢 她有时候呢 她有一种患觉呢 就是那些 过了生的亲戚呢 死了过生的亲戚呢 死了过生的亲戚呢 在晚上呢 是会去找她 跟她聊天的 就是这种 幻觉 在这里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状来的 那么 那么呢 我们也看到一样东西呢 Sara呢 开始呢 就收起她的那个 姐姐的那些 就是比较暴露的那些 那些衣服啊 短裤啊 这样 收起来呢 那么想着呢 在学校呢 就自己就换了这些 比较暴露的那些衣服 那么这样的 那么你也看到呢 这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症状来的了 那么 她那个 那个 那个胃口呢 就是疯狂的胃口 和她那个体重的问题呢 是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减到的 那么也都看到她呢 Sara呢 是喜欢吃甜的cookies 啊 和那些高饼 那么她的妈妈说呢 她有一次呢 就 在外面呢 就带了四个 那些cookies 带回家了 那么想着 每个审人仔吃一口 那么 那么Emily呢 很快就把她吃掉了 那么 那么也有一次呢 见到她呢 她的女儿呢 就在晚上呢 就在那里 煮鸡蛋了 那么差一点 整家屋都 就是搞到那个 厨房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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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起来 那样 那么还有那些其他症状呢 Sara呢 是对声音特别敏感的 那么这个很常见的症状来的 还有呢 她是很怕那些人多的地方的 那么她也都有一个症状呢 如果你说一些 就是伤心的故事呢 她很受感触的 就是听这些这样的不好的新闻啊 或者有些伤心的事 那么当时呢 Widney Houston大家都认识了 Widney Houston是刚刚过身的 是不是 那么她当时呢 就知道Widney Houston过身呢 似乎呢 就对她有几大的感触的 好了 那么也都看到身体的症状呢 她发现呢 痴压呢 就很容易有些出汗 鼻歌痴压呢 有些雷珠那些这样的出汗 那么有时你摸一下她的手仔呢 发现呢 她的手掌呢 是比较 就是湿漆漆漆的 那么 那么这些症状呢 就是包括 听到声音啦 见到死人啦 发望发动死人啦 胃口很强啦 喜欢吃膏饼啦 总会发现呢 她喜欢吃鸡蛋啦 手掌濕濕濕濕啦 还有那个性育呢 是增加了啦 对声音敏感啦 对那些不开心的残忍的消息呢 她就会有很大的感触啦 怕小的地方啦 还有她这些这样的 很固质的行为呢 那其实呢 就是指引了一个尿剂的 这个尿剂是什么尿剂呢 那或者呢 我们休息一会先啦 下一节再回来和大家说 下一节再回来和大家说 下一节再回来和大家继续探讨啦 好 这一节时间又到了 那一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讲自闭症的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今集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那刚才袁医生和我们说的一个case 是说的一个十一岁的女仔 Sarah 她是有自闭症的 那刚才袁医生说了她很多症状 例如她对声音是很敏感的 对一些不幸的消息有很大的反应 喜欢吃鸡蛋 手是濕濕粒粒的 那我想大家如果有听过 之前袁医生的灵丹妙药节目 可能都会猜到这个疗剂是什么 那其实是钙 那个疗剂是Calcary Carbonicum 这个疗剂是一个在背壳里面刮出来的钙 那个碳酸钙是做出来的 那她就开始配了Calcary Carbonicum 30C 那一天吃一剂 那结果你看到怎样呢 一个月之后呢 Sarah的妈妈就很开心跟她说了 她说在一个月之内 她用了一个钙 那个刘孙钙 那Calcary Carbonicum 那Calcary Sarah呢 开始说话了 即是很有 即是很 即是说话很合 懂得说回的东西 即是不会 不会 即是 即是没有理头的东西 开始说得有合情合理 大部分呢 她都懂得说话 还有呢 是很容易跟人交谈开始的 那她的 她的 吵架 和发脾气 已经大大减低了很多的 那她说呢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呢 她开始是自己去看书 虽然都是认得很慢 但是她真的第一次开始看书 那最近Emily呢 她的妈妈呢 就最近呢 带她去一个游乐场 那样 那Sarah呢 就自己一个人呢 就是 竟然去玩那些游乐场的游戏 那些游戏呢 就没有因为那些声音的问题 或者人多的问题 是令她害怕起来的 所以呢 她妈妈就说 就是简直不能相信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有这么大的改变 那也都她没有再说呢 看到那些 听到那些 死去的 亲属的那些 那些声音 还有呢 她说呢 她们没有再来到找她 那样 好了 那跟着呢 她用着这个疗剂 不停地这样用 那做到差不多 一年左右 她一直呢 就是一路这样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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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现在疗剂呢 都是每天这样吃一剂的 那当有需要的时候呢 她就可能会停一停了 那或者她的进展慢了之后呢 她会停了或者呢 就再加上去 那疗剂一级一级加上去的了 那些过度汇药那些西药的 她说成很多年了 是第一次呢 去停了她的 那跟着 那那个2012年 2013年 那个学校里面呢 她的成绩呢 是比以前是更加好的 就是没有吃了这些这样的药之后呢 她的成绩是更加 比以前更加好的 那 她呢 就开始呢 去很多些 回到那些 普通的学校的那些 课堂 那也都可以说呢 跟她的童年那些 那些朋友呢 是可以交往的 那 那她还有一次她发现呢 她的女儿呢 竟然呢 是可以呢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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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sleep over 那样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 那还有 那她妈妈说呢 她开始呢 就自己呢 就写自己的小说 哦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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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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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呢 那样 你现在看到呢 就是那个俊子是 大約21個月,她的進展是非常好的 莊園長遠來說,她的改善都很好 她的媽媽最後因應之後,她終於回到正常 做回一個完整的人 她現在什麼都沒有再需要用 她每一個月跟進,她的醫生跟進 醫生基本上叫她吃魚油和維他命D 在這樣的情況下,她一直維持到她的很好的進展 這個案例真的很驚人 還有沒有其他案例跟我們分享呢? 在這個雜誌上,最近剛剛看到的 她分享另一個案例 她叫Jordan,她媽媽Catherine 在2012年19月帶了她7歲大的兒子 因為這個兒子沒有辦法融入去幼稚園 因為她是不安定和很多行為的問題 她以前那個幼兒班的老師 都說給她吃藥,給她吃藥,不行了 她都給她那些所謂的集中力,主張力問題的藥 她吃藥,她可能在幼兒院做得更好 結果她就開始嘗試用西藥 開了一隻藥叫Vyvanse 這隻藥學名是Lyxan Phantamine 這隻藥吃了之後,哇,問題出現了 原來,Jordan就跟著出現了很嚴重的頭痛和胃痛 她媽媽知道這個真的不行 就立刻停止藥了,尋求其他方法 好了,Jordan其實是一個早產兩個月的小孩 她那個語言的能力當然是遲鈍了 而且她要到17個月才開始懂得走 到第三年,三歲的時候 二科醫生發現很多其他方面都是緩慢的 發展是緩慢的 於是,二科醫生就叫她去專家看一個專科 這個專科醫生就開始斷定她有自閉症 好了,在當時她們發現 Jordan這個小孩的認知能力 差不多是被她那個年紀的小孩 退後了成一年半 她眼睫觸的問題 一直都是一個困擾她 而且很多社交的能力一直很弱 當然,她作為一個自閉症的審問者 她很有趣,她很外向 她經常會接觸其他人 當然,這種行為也很容易騷擾到別人 很多時候,其他大人和小孩都看到她來 都想遠慮她 所以,很多時候她走到別人的空間 會做一些事是傷害其他小孩 所以很多人看到她都很想避免她 當然,她媽媽覺得她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她的社交方面 她差不多在學校每一天 或是在她家都會發大脾氣 有時候,你叫她去吃飯 她就會立刻叫她 她說,我不用了,我不用了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一種抗拒的行為 你叫做什麼,她通常都是不喜歡不喜歡的 也有時候,她會突然衝出街 一看都不看有沒有車 就突然衝出街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大便方面的問題 當然,每次要她去蹲廁所大便 都是坐一餐死,打一餐膠 她到這麼大,都不可以用廁所的 她是正常的大便 因為她很不喜歡坐在廁所方面的 每次去到時候,都是大家掙扎一輪 結果,經常將那些糞便放在褲上 仍然都是繼續出現的 當然,動來動去動去 結果,那些修士都是修出來的 都修不到的 但還有一件事,就是很困擾 她不單是自己賴屎弄髒的褲 她很多時候,她就會伸手 拿屎去聞,去玩 那些屎也是極之惡愁 好了,這就是另一個困擾的問題 她的語言能力很明顯 在語言的成長是遲頓了 她通常說話都是很急促 就是很亂的 很多時候,你知道了 自閉症都有種的經驗 她說自己,用名字通常是第三者去說的 她不會說是我的 她會說 Jordan 去嗎? Jordan 去嗎? 還有很多時候,她會重複這些字 這個在醫學上,是叫做 Echlelea 即是她會重複一個字 你說了之後,她會重複幾次 當然,興奮的時候,她就會拍手掌 這些是自閉症經常見到的症狀 她遇到的能力當然很差 她當然寫字的能力很遲 她對聲音敏感 對味道敏感 在自閉症的醫學上 其實我們有一個評估 叫做自閉症治療的評估 叫做ATEC 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Checklist 一個表格是給你評估一下 到底你的治療有沒有進度 不是說你有沒有自閉症 而是評估你的治療有沒有進度 當時她做這個測試 得到46分 46分就是差不多25%的意思 如果你是零 即是說你沒有自閉症 99分就是自閉症很嚴重 當時她是46分 屬於25%的意思 即是四分之一的程度 不是太嚴重 但是是四分之一的嚴重 還有Jordan 其他的身體問題 譬如經常性感染 耳朵感染 以及她有濕疹 這個膝省通常沖熱水浴之後會比較差 原來她在十六十八個月的時候 她出現了一種烤咳 即是很大聲的 很沙聲的咳 即是差不多八日咳 她每年都會出現一次 很多時候就要入急症室 通常用氣管擴張器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雖然她過去都用過一個療劑幫助她 幫助她這個咳 就是那個療劑叫Spongea 還有她通常遇到一個空氣不流暢 或者炎熱的天氣 她就很不喜歡的 她喜歡打開窗碗 要打開窗碗 而且她的身體體味和汗液 都比較臭 尤其是她的頭汗 手腳通常都很臭 而且她看到她的腳有些油 好了 我們醫生就要開始找了 即是用什麼療劑好呢 你看回她的獨特症狀 包括她的發脾氣 她的體氣 體味 體味和糞便都很臭 而且她有濕疹 濕疹的特徵是怎樣呢 就是沖熱水浴之後 濕疹會更加嚴重 熱和水都會令到濕疹更加嚴重 而且很髒 她喜歡玩自己的糞便 她好像都沒什麼管理 那療劑是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要認識和療法的聽眾 都可能會猜到 其實療劑是硫磺 硫磺的人通常是熱血 即是體溫熱的 很多時候也有這些 烤咳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 硫磺是經常用在 一些食物仔所謂關注力問題的療劑 是一個經常用得著的 經常用得著 硫磺是其中一個 硫磺也是其中一個 還有一個石蟲 都是經常用得著 治療這些所謂的過度活躍 關注的問題 那好了 硫磺的人通常都是很不安 經常要走來走去 還有那個思考方面有問題 也很多時候硫磺是用一些皮膚的問題 皮膚通常是怕熱膚 這些問題 這個加上的症狀 就可以看到 硫磺是他所需要的療劑 好了 這位醫生就開始配給 Jordan是硫磺磺 一天吃一劑 看看他有什麼改變 一個禮拜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 他媽媽就跟他說 非常之興奮 他說 他去到一個生日的派對 在一個週末去到之後 完全很乖 這個是很難得的 通常他去這些環境 因為有些草草 多人 他根本就搞得很興奮 然後就會打人 他這次很乖 他很安定 還有他這個禮拜 他說第一個禮拜 他可以坐定定 吃完那頓飯 就不會在床裡 一吃兩口 就走走走走走開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禮拜 看到的成績 到接著 就一個禮拜 一個月之後的覆診 他發現 進展 繼續有好的進展 他那個發脾氣 就沒有以前那麼猛烈 也沒有說 要去廁所打架 他第一次聽到 他跟他媽媽說 我要去洗手間 去泡泡泡 這個就是很不尋常 還有他學校裡面 他過去有三次的 就是那個 串字的考試 就拿到100分 這樣 但他失神方面 初初是差了少少的 但是慢慢地 就跟著自己就好了 他也沒有那麼出汗 那麼厲害 可以這樣說 是整體來說 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接著過後那幾個月 Jordan 是繼續用 一天吃一劑 跟他療法療劑 一天一劑 一路一路地改善 但當然 在其間有時候 他都會把那個 分能 有時候是加一加下 通常同療法的 處理慢性病 都是這樣的 你會用那個療劑 如果他繼續改善 就繼續用著那個 同一個分能 到可能去到某個地方 是去到一個 所謂一個平台 即是再沒有去 經過幾個禮拜 都是這樣 我們就會去 加一個療劑 那個分能 整體來說 發脾氣又減少了 有一次他去迪士尼諾園玩 過去來說 他說 在整個過程裡 他只是發過一次脾氣 他說 他從來沒有試過 一家人去度假 可以這麼安定 而Jordan 有轉的老師 更加覺得驚奇 老師說 Jordan現在長大了 沒有以前 整天在搞事 他可以坐定了很久 他說話 都是用第三者 用自己的 名字 用第三者 來稱呼自己 但是他說話 已經很有文路 用字 和句語的結構都很好 雖然他說 計算數字方面 並不太好 但是他英文和串字 是非常好 他說他語言的程度 在閱讀的程度上升了兩級 好了 還有 大便 廁所方面的問題 他都完全康復了 他自己可以去廁所 不會搞一頓死去廁所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是簡直可不可思 他的濕腎也有出現過 但自己又會消失 他出汗的問題 頭、手、腳的出汗 以及氣味的問題 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 覺得的 好了 如是者 用這個療劑 用了大概五個月 左右 五個月之後 他就開始出現問題 又開始有少少 倒退的症狀 他發現身體的疹 周身疹又出現了 有時候 有時候會持續 背部、肩膊都有 還有 他的行為方面又開始變差 有時候是搞亂當 小小事情就不開心 有時候在外面 去購物場所、公眾地方 如果他得不到需要 他亦會發大脾氣 有時候購物場所 倒死人的 肥皂水 弄得 骯髒了 有時候又開始有賴床 尿床 有很多症狀 開始的 只要你看到 一個療劑 好好的 改善了這麼久 幾個月 是 但是結果最終 最終 其實還未完成 完全康復 很明顯 我們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另外 要轉藥 在動物療法醫療過程 我們往往是會遇到 這些情況 我們需要轉藥 好 這個醫生 結果重新檢討 他的症狀 最後 他又根據一些 很特別的資料 開始配搭 另外一個療劑 當時他用的資料 是哪些資料呢 很明顯 醫生就開始 要搜集 剩下的資料 或者新的資料 再為Jordan 配另外一個療劑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在下一集 跟大家詳細 分享 他用了什麼療劑 結果是怎樣 好 謝謝袁醫生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跟袁醫生 會診 打以下這個電話 25773798 我們下一集會繼續說自閉症 拜拜 拜拜 拜拜